欢迎大家收看003航母 9个世界第一 首先第一个第一就是 无间舰航母 从华越式的航母 跳跃过蒸汽弹射 直冲最后的电池弹射器 这已经超越了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个国家 能够从传统的常规航母 避开了蒸汽弹射 而直接抵达电池弹射的境界 无间形航母 采用了如同美国式的福特级航母 平行的甲板 这是世界大国航母的标志性的设计 由于无间形航母 采用了平行的甲板 这使甲板的空间 有更充裕的空间 来存放舰载机 而且华越式航母 不能够拥有预警机 因为华越式航母 没有足够的推力 把预警机升空 而电池弹射力 就有这方面的功能 它能够发动强大的推动力 把预警机从航母中直接升空 而且华越式航母需要更大的空间 能存放舰载机 蓝药和粮食等等 这充分的影响一艘航母 能够停存更多的舰载机 所以采用电磁弹射器 能使中国的福建型航母 存放更多的舰载机 蓝药 这使能在作战空间 发挥得更零零尽致 第二就是福建舰航母 配备了电池弹射 和阻拦系统的功能 这在世界的海军技术中 是十分前沿的技术 只有除了美国的航母 福特型航母 具有这个电池弹射功能 不过美国的福特型航母 的电池弹射功能 经常发生故障 虽然福特型航母 已经服役了五六年 可是自此之中 福特型航母的故障 使它无法成军 发挥了福特型航母的 作战能力 而且福建型的电池航母 的优点就是 比起华越式航母 和蒸汽型航母 它结设的更多的 宝贵空间和吨位 现在福建型航母 是八万吨 这在同样的吨位下 能够 舰载机的载重数量更多 和弹药储存量也是更多 就算现在美国的福特型航母 对于电池弹射 还是无法攻克这个技术 所以中国在领先全世界 在电池弹射这方面 是领先全球第一 现在福建型航母 拥有了第四代 中国的歼35隐形战斗机 垂直战斗机 还有固定的预警机600 这使中国成为的 世界海军强国猛 更加能够实现 第三 预计在2030年 中国会建军成为 世界拥有五艘航母的海军国家 其实他们的计划 是拥有六艘的航空母舰 在2030年 只是因为近几年的 COVID疫情 所以影响了航母 建造的速度 而且中国拥有 三个建造航空母舰的船厂 美国和法国 只拥有了一个 建造航母的船厂 而且这个第三点的优点 就是中国的建造航母的技术 是领先全世界 采用了模块式的 组装建设航母 这使建造航母的速度更快 更仔细 而且更前沿的科技 反观之 法国及美国的建造航母的形式 是采用极为传统老套的科技 就是一节一节式的建造 这个科技十分的落后 而且技术上有好多好多的漏洞 这使他们的建造航母 通常需要好几十年才建设一艘 现在中国建造航母的速度 简直是下角式飞天式的一步登天之快 差不多一年到两年就能够完成一艘航母的建造程序 第四点 就是核子航母 比起常规航母 拥有更大的储床空间 同样是一多位的航母 就是核动力航母 能够使之投放更远的作战空间 差不多在2000公里左右 从中有舰载机加油机给补给 而传统的航母只能够穿越海洋以600公里以下 所以这个常规性的航母 福建型航母只能够活动于台海之间 最多只能够走到关岛 就必须返航回中国大陆 同时航母还兼顾了 作战时保护海上运输航道的使用 以安全 特别是运输两栖作战部队 离岸到指定的部分作战 这个功能可以讲对航母来讲是 举直轻重对于整个战场的发展 所以在现实的战争中 核动力航母能够更快的 抵达战争现场产生最威慑和实战的双重作用 这使战场的战力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由于核动力航母采用了更先进的电磁弹射功能 所以这能够节省更多的空间 而且存放更多的燃药粮食 这使航母之中的船员能有更大的空间 而且改善他们的居居场所 使他们立于更加长行于海洋的作战 第五 而且核动力航母每次的更万燃料 能够在海洋航行于50万里 这比起传统式的航母对于基地的依赖和资源更加的少 第六 常规型航母 吨位8万吨已经到了提现 如果常规性的航母要许一远洋 需要建立更多的更长的 狼要补给碗 及回母杆加油补充 第七 核动力航母的发电量巨大 可以满足50年内的新品种武器上建的要求 这是常规航母不能够做到的 第八 是中国已经设计处004国产型核动力航母 最大的排水量达到世界最大的12.8万吨 采用了单推功率超过35万千瓦的自然循环反应堆 最高节函数每小时达到30节以上 其工具范围也是大大的提升 以陆基歼20的作战半径为标准 加舰载加油提升其40%为计算 歼20的作战半径范围已经提升到3000公里 这个能够对别国的舰队与航母 造成不对称的打击和威慑作用 第九 就是中国是世界第一的电池中央电力系统 它能够把日常的推定系统和作战的电力系统 综合在一个综合的中央电力推动系统 此中央的电力系统的功能就是 当发动电池弹动系统时 全航母的日常操作系统 以作战系统能够集合全航母的电力 给电池弹射发射 这充分的减少电能的发挥 而且节约电能 使电池弹力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电池弹射的利用功率是传统的蒸汽弹射的十倍 而且福建舰的航母是采用模块式的建造 由于核动力航母的全寿命周期会很长 由于为了实现不断的升级换代 采用了模块式的和智能性的设计 使之航母能够更快捷的更换 更先进的电子作战系统 使之航母的作战系统永远不落伍 而且中国的核动力航母是采用 节能性更智能化的电动性航母 使之需要的人员大大的减少 使之航母能够在航母的全寿命费用下 大幅的下降 最后就是中国的004航母 其引申功能将是世界第一 中国的综合引申设计 对004核动力航母的要求是全世界最高 所以其综合引申功能将会跨越全球 领先全世界 中国的004航母和动力航母有可能一步到位 其作战的综合作战能力 或许在004核动力航母一步到位 达到美国核动力航母的作战综合能力的境界 我是Joe 谢谢大家的收看 003航母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